南门Gareth Southgate 他总会有答案 他才是战术天才 我们这些呢只会在家里面看电视 在荧幕面前指指点点的我们 什么Southgate Out啊 我们根本不懂足球 我们才是愚蠢的各位 我们来讲讲南门的这个战术 战术上面的讲究是什么 讲究就是高效率 我们一起来看看数据 两个设阵 两个进球 前面90分钟 不需要太过于进攻 打得保守一点 尽量去消耗对手的体力 你看正在补士阶段 等到对手的正选全部都被换下场之后 5分钟就足够让尹格兰取得绑平球 假实赛更加不需要担心 你看Gareth Southgate南门在第95分钟 才换上Ivan Tony 一切都在计划之内 假实赛的时候 助攻自胜球 看到了吗各位 看到了吗 其实一切呢都在Gareth Southgate的掌控之中 把Holy freaking God我们认真来聊这一场呢 哇我不是一个英格兰球迷呢 我看的都非常非常的难受啦 如果你们是英格兰球迷欢迎留言告诉我你们在看这场比赛的感想 这一期的欧洲被探绑我们继续聊英格兰 因为上一支影片的反响还不错 所以我打算再继续尝试一下 不过呢这一场呢 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去酒吧看球啦 所以这里不会特别去详细的聊什么战术啊 这些东西哦 在酒吧看球就去享受当时这个气氛嘛 不过呢我可以很有信心还有很有power的告诉你 英格兰本场比赛超级无敌幸运啊 这一场应该是斯洛法克呢晋级下一拳的比赛 可是今晚胜利女神呢幸运女神呢 决定站在英格兰这一边啊 上一支影片呢我就稍微的维护了Southgate啊 对了这个斯洛文尼亚0比0的比赛呢 英格兰很多球员的表现啊还有发挥都很糟糕 Bellingham Foden Saka Kane这些明星球员完全没有任何作用哦 然后呢我就说你可以怪罪主帅到一种程度 但是场上球员表现不好应该是他们需要负上一定的责任 但是这一场比赛对了斯洛法克呢 我必须把矛头指向Gareth Southgate啊 必须指向南门哦 英格兰打保守我觉得是一回事 但是我觉得Southgate最令我看得难受的是 他的人员上的这个选择啊 上半场落后0比0的1比0的情况下呢 整个球队需要有一些换人动作 因为你上半场打的东西完全就是不周效 你需要去追比赛的话你第45分钟 半场之后就应该要换一些人上来啦 然后呢我这里就直接说啦 Bellingham还有Kane呢 虽然取得自胜球虽然取得板平球啊 but they were shit 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所以我才说我根本不懂足球 因为很显然这两个球员呢 就是被Southgate留到最后 帮助英格兰营球的工程啊 co Palmer呢 如果在半场的时候就直接被派上场呢 我觉得为什么你偏偏要等到Karen Tripple受伤之后才愿意把Palmer换上来 如果Tripple今天没有受伤究竟什么时候才会看到一个有能力改变局势的Palmer上场呢 SA啊还有Tony的这个换人决定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哦 可是84分钟还有90分钟你才把他们换上来 哇Southgate到底在想什么 如果说今天这一场比赛Bellingham完全没有取得这个板平球的话 那SA还有Tony这两个在84分钟和90分钟被换上来的这个举动呢 是非常废的非常没有效果的没有原因的一个换人啊 Folden又再次送上一个非常糟糕的表现 你让他打边缝呢真的是不奏效 Saka这一场的话呢我觉得他被撤到防线上的表现还OK 但是进攻上面也是差到不行哦 板凳席上面呢我们来看板凳席上面有那么多那么多呢 可以打得非常direct的球员哦 Jarrett Bowen啊Anthony Gordon啊Olly Watkins啊 那如果你在中场你放上一个Trend啊或者是Palmer早一点上场的话 让他们去发挥他们的传球能力创造力的这个区块呢 这一类的球员呢就可以用他们的传球去撕开对方的防线啊 加上Gordon Bowen Watkins啊速度比较快的这个前线球员 愿意跑去进区内进攻的球员 那为什么偏偏这样的比赛你要拖到加时赛才可以赢呢 你面对这样子的斯洛法克你竟然打成这个样子哦 我不是想要贬低斯洛法克啦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首发系人有多少个球员呢 是大家去认识的大家会觉得这些名字是耳熟能详哦 比如说Dubrovka 牛卡斯尔的门将 Milan Skriniar他们的这个中位算是一个家喻户晓名气比较大的一个中位这样子啦 那如果你有去关注一甲的话可能你知道他们的这个中场 Rubrovka 那如果你有关注一点合甲的话呢可能你就知道这个Hanko这样子而已哦 这一些球员的这个实力呢 你相比起英格兰来讲的话英格兰的黄金一带啊你竟然要拖到加时赛2比1 又用非常幸运的这个呃成分呢才可以打败对手哦 我必须要讲啦斯洛法克呢的这个足球是整体的挺不错哦 英格兰全场呢不停的横传不停的后传我不知道南门的战术是想要尝试什么啦 但是斯洛法克的这个传球是很有效率的啦 球员之间的这个配合我觉得是做的很棒哦 我觉得尤其是他们的这个中锋啊 我不是很会念他的名字哦 Sterilek这个18号的中锋我觉得本场比较打的非常的出色 你面对英格兰这样子的球队呢你的背神拿球啊还有串联呢 都能做到如此的棒我真的是非常的impressed啊 斯洛法克的进球呢也是一个打的非常好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哦 那一些配合呢就是你可以在训练场上所看到的啦 简简单单的一个反击就可以打穿英格兰的防线哦 我觉得斯洛法克真的是辛苦啦 这一场比赛你们真的是打的非常非常的好 英格兰的话我就只能说啦 他们的迁运真的是太太太好了 我在酒吧的时候呢跟一群英国佬跟一群英格兰的球迷呢 都是从英格兰在墨尔本生活的这些英格兰人啦 其中有一个球迷呢就不停的一直来到我和我朋友的座位呢 一直跟我们讲啊 一直跟我们投诉说英格兰到底有多糟糕啊 那我最记得的一句话呢 就这位球迷呢他就说 It hurts for me to say this But Slovakia deserve to win this game They work so hard and our players don't have the passion 我觉得这一句话呢算是非常完美的总结了这一场比赛 算是很完美的总结了这一场比赛啦 以现在的英格兰的状态来看呢 下一场他在八强要对上瑞士呢也未必是一个稳赢的比赛哦 瑞士本届欧洲杯是打的非常的出色啦 所以呢我欢迎各位支持英格兰的球迷朋友们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你们看了这场比赛的想法 英格兰究竟可以去到多远 那你们现在赢了这个斯托法克啊 下一场对了瑞士之后可能会对上奥地利或者是荷兰呢 这样子的球队你们的展望是不是英格兰可以一路杀到决赛为止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一起来讨论讨论啦 那今天这部影片呢就分享到这里啦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欢迎点赞留言加分享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